薛之谦 终于可以回来做歌手了 我坚持了十年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 谢谢 彭讯娱乐独家专稿文 小二老孙策划 花花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对于薛之谦来说 愿望有多简单 就像番茄加两个蛋 而对于喜欢薛之谦的人来说 愿望就是听薛之谦一路唱下去 2005年选秀节目如雨后春笋般 出现在观众面前 选秀歌手同样以火山喷发的形态 向人们涌来 深情的声线 缤纷的才华 校草级帅气外表的加持 让薛之谦成为了 躁动夏日里最难忘的清风 2005年 我行我秀的海选现场 一个大男孩穿着宽松的衬衫 抱着一把吉他 唱着自己的原创歌曲 虽然11年过去了 岁月和扎画质 也挡不住老薛当年的光芒 这简直就是风云校爸的最高配 幸运如他 所有人都在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 期待在盛夏置身于认真的雪的冰爽之中 选秀落幕 2006年薛之谦包办了六首曲和五首词出了梦寐以求的首张个人专辑 其中一首认真的雪让他红遍大江南北 一夜爆红 想当年 还一本正经走偶像路线的薛之谦成了颁奖礼和各种邀约的宠儿 在腾讯网星光盛典中读获最具人气偶像奖 正经率的薛之谦 万万没想到自己的段子手之魂竟有朝一日会大觉醒 薛之谦和你过得好吗 和深深爱过你三张专辑都带着薛之谦苦情歌王子的烙印 那时的他被称为拥有天赋 并且能够利用他创造价值的人 2008年 出道的第三年 老薛开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 人山人海 座无虚席 笑着看完老薛的广播体操舞 好魔性质 戳视频有 任谁看来都是风光无限的薛之谦 似乎突然用光了他所有的好运气 风水轮流转 美好戛然而止 才华横溢的薛之谦 就这样无声无息的被埋藏在认真的雪中 新鹏老薛 倔强BOY上线 虽不能接受自己慢慢淡出主流舞台 无法向观众表演自己热爱的音乐 但因为倔强 倔强耿直的契约精神和公司前期的栽培 即使同届选秀歌手都一一离开了 薛之谦仍选择为情义坚守 甚至后期全公司都在靠着薛之谦一人养活 七年约满 终于可以离开时 他解脱般激动的大哭 我这七年算是废了 用七年青春换一场漫长的坚守 薛之谦的友情有意让人动容 在这七年中 曾因向老板申请五千元做专辑 却被拒绝的薛之谦 下定决心自己赚钱做音乐 低声下气的向朋友借钱 早出晚归的自己打理生意 薛之谦成了薛老板 开网店卖女装 开火锅店 生意做得越来越好 薛之谦依然是那个不忘初心的歌手 拿赚来的钱更加用心认真的做音乐 出唱片 我做生意本质就是为了做音乐 需要钱的时候 生意很重要 但是我爱的音乐也可以挣到钱的时候 生意就不需要再进一步了 钱吗 能赚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不如自己玩二好 做演员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我想红 红了就会有更多人关注我的音乐 我真这么想的 演员真的比歌手好赚 这么好赚 辛苦也是值得的 看似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实则一心一意专注于音乐 薛老板魅力无极限制 那时的薛之谦也许想问命运 你还要我怎样 但只要能够继续唱歌 对于他 一切就都变得值得 在访谈中 因自己的音乐事业回暖 大家都开始欣赏 并认可他的歌而哽咽 我觉得我有机会 我终于可以回来做歌手了 我坚持了十年 终于 幸运天使再次降临 王子薛之谦 带着浩然之气强势回归 一连猛闭的薛老板之三 二 一致走至直到2015年 他再一次爆红 而这次却是因为段子 世上段子手千千万 唯有薛老板的最好看 命运终究还是会垂青怀揣梦想 永不放弃的人 签约海碟是他音乐道路新的起点 终于 时下的年轻人们 又开始听他的歌 演员MV点击亮镜2000万 薛之谦终于红了 同一时期出没在八九档节目里 超额的完成导演给的每一个任务 无怨言的伴丑 挖鼻屎 娘娘腔 地东对薛之谦来说都是家常便饭 大大方放承认自己想红 录一档火爆的节目时 特意推了三个通告 连夜赶了过来 就指着这个节目翻身 万万没想到 故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一直待在牢房里没出来 小可怜体质颁奖礼采访中 说最想和陆寒和赵 因为陆寒和油桶合照 油桶火了 他也要 你已经火了阿味 当然了 做这些为的还是能让更多人知道他 进而喜爱他的音乐 只为了剑缝插针的打歌 他太爱音乐了 不知不觉兜兜转转了十一年 十一年来有了微博微信 人们可以在这些社交平台上 见到歌手不同的一面 十一年来数字音乐 已经成为了流行乐的主要形式 偶像坏了一波又一波十一年来 唯一不变的是薛之谦 对音乐的那份痴迷 他的愿望很简单 好好唱歌 这个简单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终于有一道节目 能让薛之谦好好唱歌了 薛之谦 我们期待你在作战吧 偶像里 尽情地唱